早时候,在一阵慌乱后,队伍又重新启程,另一边看着长长队伍离开了晒凉场,一直守在村口的几个村民,也重重地松了口气。 经过不停地赶路,如同先前估算的,在下赏的时候,李家村众人远远地就看到了高大的城墙。 郊城终于到了。 村长,接下来该怎么办? 李村长没说话,而是抬头看看已经越发向西的日头,距离天黑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。 这个时间进城,不是个好时机,他们这么大一支队伍,城里巡卫兵不可能允许他们就这么露宿街头,住客栈也没人舍得。 想来想去,村长决定还是先休息一晚,等到明日再入城。 嗯,城是肯定要入的,但不是今日,时候不早了,先找地方休息一晚,明天再入城。 看看天色,大家一想也是,这个时辰确实不是入城的好时机,很有可能入夜前根本就出不了城,村长考虑得很周到。 于是在城门西南方向找了一处不惹人注意的空地,作为大家今晚休息的地方。 惦记着明日进城的事情,所以大家都是简单的歇下,并没有像之前费劲搭帐篷。 瞧着还有点时间,古兰准备带着孩子们进城采购一番,顺便再带孩子们吃顿好的。 爹,这里太热闹了,比一山镇那里热闹好多。 有眼光,爹也觉得这里热闹多了。 当走到一处卖馄饨的摊子前时,安安走不动了,闻着香香的馄饨味,安安的小脑袋看向了娘。 古兰根本拒绝不了儿子的小眼神。 买,咱们都吃。 金大哥,你吃吗? 那尝尝。 哼,行,来五碗昏的。 吃馄饨还是昏的够味儿,生意上门还一上就是五碗昏馄饨。 答应着的老板立刻热情招呼着他们坐下,手脚麻利地往锅里煮着馄饨,边煮还边说。 即未来我料式馄饨汤可算是来对了,不是老头子我自夸呀,整个郊城最好吃的馄饨就是这里。 包子吃了一次啊,想二次,哈哈哈哈哈哈。 料老头,知道你这馄饨好吃,能不能别见到新客就开始老王买瓜了。 你不嫌疑,我们这些人听着都腻了。 很快,鲜香美味的馄饨出现在古兰他们面前,个个圆胖胖的搭配着香浓的鸡汤,撒上点点的绿丝葱花,看起来就十分的有食欲,很不错。 安安从来没有吃过,看着碗里的大胖馄饨,眼睛瞪得浑圆,盲看向爹,等着爹开动。